但是比较少见 推航两圈的特性出发完 车座睡得是快 而且对抗 对抗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是的 来了 开局起步 再完成过来 被挡住这个气 稍微没有卡好 把气的节奏稍微慢了一点 过来之后 现在司机选手还没有拉开差距 这段路 应该是 冲到了一下吧 这个我就比较疑惑了 这个点 选择点 其实比较好掌握 对的 但是他们总会在这里出问题 牛的一个台阶段没问题 后面 也弹射出来了 这段的延续肯定不会有问题 但是这个飘飞点将会成为第1名和第2名之间的一个对抗点 牛先飘的路线不错 但是他发力一点 我觉得底线也在直线啊 对 在过关的时候 石飘的 飘移属性还是不错的 这里有一个拖飘 还好 连续过来之后 虽然应该出现一些问题 被挡 被纵挡在前面 主持人不好受 过来之后 Todress的这局应该可以稳到终点了 前面也没有任何人跟他做一个影响的对抗 估计还不错 没问题 1分35秒65 很快 先拿是1分 诺诺这辆车它也是比较东和性格的嘛 它大部分的赛道都可以拿 是 来看一下开始的一个起步 先冲出来的麦凯伦 是没问题的 这里没出残射 这 开局的话 对于MUGAS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入管早了 入管也太早了 还弹 直接上墙了 氮气流住了 小分没有 都顺利飞过来了 渐渐的也会担心他们飞跃的情况 是啊 这个初弯MUGAS稍微有点慢了 看他刚刚的视角应该是肥了肥很多很多 不知道是选择双抬射还是什么情况 反正刚才感觉有点贴了 对 拉低距离 牛也在这里选择卡器 急 在这等机会 这里你让出那套不客气了 这里还得卡一下 活动很快 但是这一个进入口 确实 霍米特之举的进入口比较难过 但是我觉得已经是这么多场比赛了 不太应该啊 还没问题 哇下去了 岩浆烫不烫 挺烫的吧 好烫啊 单喷过来 顺利拿到了 牛外加分 6秒冲牛应该是7秒冲的 看一下吧 这个成长还不错 来吧 看一下开局的一个起步 21分53 也是 挖牛这个车库什么情况 小喷没了吧 这一波 弹射没有问题 但木race更快 反准 来看延续点怎么行啊 没问题 这个延续过来了 执法都OK 哎 哎 是谁掉下去了 是 Flystar掉下去了 但是看这个淡气的节奏 两个人感觉都挺难受的 还能闻还能闻 他那个车身就是 考验的难点 第一时间是第二次转向的 啊 牛再次飞起来 这段路可以平安的过去 哎呃没出分没延上提前放了 后面是甩尾接着双奔延续 但这样战地时间会先结束的 虽然有失误撞伤之后 纵还是无法及时追上 因为领先的这个时代有点大了 对 哎 没出来 CW没出 VSR反超了 小盆也没沿上 这里做一个WCW这个延续 能延 没问题 但是Rice刚才应该是放了氮气的 能补回来 这边牛在跟Zone之间进行较量 帅大帅有点酷飘蛋 本来说能延上但是还是放大气 但是节奏还是有点慢了 哎呃这个角度转 差一点点上天啊 不敢是一分52秒55 最后Zone的王有1秒对 看一下 起步出来 这里没办法做双杀了 因为前面气卡了不够 对而且四个人挤在一起 万一双杀直接撞上去了 半个单机也没的 这卡器没卡好 哎 这个是什么情况 应该是延续出了点问题啊 这卡器也没卡好 卡了一下 他们卡器就会感觉是点飘 对吧 这好 这个点的卡器就有点 这里还是上一下墙 那本来可以卡器点高一下 但是因为上墙不能再卡住了 这大半没有出来 还没说 还没说 来一下 再甩 现在牛在第一第20 Flystar 木车跟在后面 这里飘得过早了呀 你没上去的话 对木车来说前面的优势 真的就荡然无存了 这个就一步小啊牛 现在的分数是28分 来大十29分 居住要开始翻转了 最后看一下 中间时间一分三十三秒六四 两个七秒 四秒五分 五分 他们的成绩始终会差我们记录宝上有1到2秒的成绩 这个其实 虽然时间看起来不长啊 但是 1到2秒就很难拉近 因为他存在的可能是很多细节上的问题 这开局 这一个小比点还卡到的小分啊 延续过来 下去了 下去之后 又在前面领跑了 又转的过来 还好 我真的是 还好是一起 树边缘排回来 热边缘排回来 又转了 尖射出来 小盆没了单 平方弹气过来 抽策太慢了 牛这里 就找机会啊 路线够好 你们超了我路线没把公主呀 再结 牛的对抗 真的是凶 自己的王族 上面还是很凶的 在 压力要有了 连上 管位 可以出来 能转了一下 这牛的路线很明显也要比加三个小好 还是 角度刁钻 紧接着一个左弯在目的卡住内线没有机会 这个距离很难啊 可不可以前面再给一次机会 刘成一分36秒51 6秒冲7分 经过这么多局比赛 其实Zone的一个发挥可能会稍微逊色一些 是的 赛博战士 拿麦凯伦 自己先拿一手 这个可以的 Zone没有放弃 对吧 对我们在前提下就是你任何人都拿第一次 不会放弃的 来了 赛博战士也是好久不见了 这几天第一次拿出来吧 对 但是这个图麦凯伦起步的一个优势 是大众 没有拿到太多 对 延续 下去了 始终 亮麦凯伦 都下去了 是因为车身太小吗 飞不过这个红沟 这 有点 远远 是因为车身太小了 是因为车身太小了 变得了 对 对 对 这 是 这 是 我 wcfw过来很贴啊牛的路线说实话是我看到的在这么多中狗的假训选手当中比较好的一个了对 这一个脱飘 你中也上来了又下去一个是纵 怎么又复位了 他在那个飞跃跳台点也下去了 复位了 这有点难受 来打这局成功拿下一分27秒65 很快 5s是7秒冲线 不用是5秒冲 下一张图还是纵来选 单纯的评评技巧 和平发育啊 攒大招的吗 就攒路气质 等会等会直接一手到第3颗就开始爆气 过来开局不太大并没有占到优势而且上强了 三辆小辈子已经攒齐了你看你能爆出什么阻拦 然后再逼上个是murice 偏左拉拉射身能还是能沿上 他必须得提前放要不然可能上不去 是 你跟那道起看着牛 这里还看到右边的台阶 氮气的节奏都一样的 都两管下来放氮气 马上又来室内了 肉的延续牛在平路线弹射跟上 切内了 我这里 他切完之后车速会更快一点 也可能是murice对抗车脸亏 这个延续有问题吗 没有在往右边靠一靠牛 牛这里没沿上 没沿上啊 前面murice最后也没沿上 单气放慢了吗 又是一个弹射过来 没有问题总拿下了第一 murice的那个延续点 他其实可以 她把我停下 她把我停下 看着 我刚才见到 她看着 他跟她的 几天 他把我停下 的 这延续都延上了 Frysard好像是放了个淡气 暴力 没做出来啊 拐过来了 这个飘移拉死的节奏 Frysard还得跟 后面中也上来了 牛也在第四 从小对上看距离不算太远 一个是我还能跟上 坛射没出脱飘啊 Frysard身后 这个残射肯定会脱飘 然后Frysard也脱了 这一波脱飘之后 牛来到了前面的领跑 这都在给机会 但最大的机会 这一个单喷总 最大的礼包不在这 是在这啊 来了来了 飞起来了 飞上天 牛气冲天 恭喜牛率先冲箭 再次拿下 Frysard发表说拿9分 现在比分 已经在为自己的兄弟们 铺好前面的道路 超能举瞄挥挥手 凯局雷诺想去挤一下 Frysard 你们两个究竟是拿第一 你们自己去定 我已经你们铺好的路 牛的这个路线选得很好啊 三喷过来 但是因为转向差 所以他的 拿麦凯伦跑这样的赛道 弯道多的赛道 一定要 Frysard刚才的飘移有点歪 但是这个进到点没进去 这真的是多亏了 超能指标给他怼回去了 哇 这一波大节奏啊 这本来Frysard 他那个 那个树 会反弹到 左边的那个墙上 对 这波把Zone直接 哎呦 真的是给你机会了 你倒是抓住啊 兄弟 没有了 MuRest的跟上 牛现在 也稳住自己的节奏 下个弹射点要看一下 双杀弹射 MuRest出来了 牛也没问题 但是没有地方去对抗 乐真一拉 拉过来很秀 但是没有任何的用处 MuRest甚至连个弹剂都没有 直接抓地过了 这个 那是 恭喜牛顺利出现 拿到了小鼓第一 我的这个假弯 最后Flystar痛斥第二 对 本来他能够拿到第二的 对 小完美的脚步 你要少一点调整 是的 因为你有时候可能调整不过来